黑神话悟空PS5版真的卡的没法玩吗 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恶意评论在黑这款游戏 其实我很早就想做这个视频了 现在终于可以做了 因为昨晚我已经打过了第五关的避水金星兽 最早当我开始玩这游戏的时候 就有很多评论说卡 我说第一关没卡呀 他们就说等你打到boss黑熊精就卡了 因为那里有很多火 结果我都打过了黑熊精 也没遇到他们说的那种卡 但是金池长老他一发波倒是会卡一下 然后他们又说等你到了第二关就卡了 结果我到了第二关黄蜂岭 流畅度和第一关区别不大 差不多是一个水平 没感觉到特别卡 他们又说等你到了虎先锋那 b卡非常卡 结果我到了虎先锋 而且还是直播的把虎先锋都打过了 也没有遇到他们说的那种卡 这时候又有人说 等你到了第三回 在雪地上走路都会卡 根本没法玩 结果我到了第三关打过了抗金龙 也没有出现他们说的一卡一卡没法玩的情况 只不过第三章我遇到过黑屏 而且确实有偶尔会卡一下的情况 这个太偶尔了并不是很平凡 而且有时候会出现切回装备界面 需要等待一两秒的情况反应不是很灵敏 这也是存在的 但是他们说的越玩越卡 甚至会卡死机需要重启PS5 我倒没遇到过 可能每次我都玩不会超过两个小时 然后就待机第二天继续玩 然后前一阵子我还看到很多评论说 很多评论啊 说第五回隐藏boss避水金金兽 非常卡没法打到了b卡 结果昨天晚上终于打到了 而且也砸破了 背景播放的视频就是我玩的 我感觉流畅度也是正常水平 跟第一关第二关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并没有感受到特别的卡 而且卡到不可玩的这种情况 请各位忽略我的技术水平啊 这是我第二遍过的 我估计这时候又会有人说了 等你到了花果山第六回就卡了 这个我知道 因为我之前用电脑玩 4080想卡玩的时候 花果山也会卡 那PS5能不卡吗 卡也正常 这是游戏的问题 而不是PS5这个版本的问题 通过我玩PS5版黑神话 57个小时来看 第三回出现不稳定情况相对多一些 第四回和第五回分别 各出现过一次卡画面 需要手动关闭游戏 然后提醒进入才可以 其他都是正常水平 第一关是什么呀 往后区别不大 现在我通关的时间点是2024年10月 黑神话悟空一共有两次更新补定 主要是修复恶性bug和暴走数值之类的 而且这两次更新好像都是在一个月之内发布的 估计不会有什么本质或者大幅度的优化 我的PS5是2022年2月买的 老板的国航光驱 没有加装散热器 硬盘的剩余空间大概有二三百个G 电视用的是LG的C3 没有开VR 默认有低延时 这个很多电视都有这个功能 在游戏的前三回 我用的是性能模式60帧玩的 从第三回小雷音4开始 我用的平衡模式45帧 我尝试过画质模式30帧 但是我不敢用 接受不了30帧 但是45帧平衡模式还可以习惯 所以问题来了 上面那些在评论区说这些话的人 有一小部分应该是真实用户 可能是他们的硬盘生意空间不足导致卡顿 或者散热问题 或者机器其他问题导致的卡顿 这个可以理解 但是这个比例应该很低 因为我还看到了很多真实用户 他们反映的情况 跟我的感受是一模一样的 但绝大部分这种极端评论 我感觉他们没有亲自玩过PS5版的黑神话 那他们为什么要这么说呢 为什么要诋毁这款游戏呢 从8月20号到现在 我做过很多关于黑神话悟空的视频 在视频下面那些评论 极端评论还都在 有大量过激言论 只要有视频说黑神话的 只要这个视频火了 播放量高了 就会来以打播评论来黑这款游戏 通过我的观察 他们并不是针对某个视频创作者 而是针对黑神话这个主题 在头两个月特别明显 现在这个温度应该是降了 他们为什么要黑这个游戏 出于什么目的 说这些谎话 对于他们有什么好处 我白思不得解 好 以上就是本次视频全部内容 给各位参考 好 好 好